红彤彤的春帘挂饰 让采美年过街上 洋溢新春氛围 高雄人最常去的三凤中街 睽違几年挥别一层阴霾 终于出现人潮 店家虽然忙碌 脸上仍旧满满笑意 今年又可以开放四次 一些的 所以人潮也比较回流 今年比较好 比前两年好 好差不多三分之一 我昨天就四点钟睡觉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非常忙 这个过年时间提早 然后这个公读生 就是我们都会请一些大学生 他们放假的这个 这个时间已经快过年了 这是我们非常困扰的这个事情 斗大成真公读生的招牌 挂在店前 呈现三凤中街的人力总况 因为今年春节过得早 公读生都还没有从学校放假 尽管商圈业者忙碌 却也陷入了人力紧绷的情形 部分业者朝向中年代业者 或者是自己多加一些班来应应 因为16号才会放寒假 所以这一阵子都早三四十岁的 当然婆婆妈妈也会早 毕竟年轻人的这个活动力比较好 店家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人潮 只是盼到了好久的客人回流 却出现人力短缺的情况 不过虽然忙 但业者笑呵呵 历经前两年受疫情所害 买气惨淡 大家学习与病毒供存 在线年货大街往年的荣尽 人情卫视台北高雄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放